嗨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到Let's Crash的頻道 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台 我蠻喜歡的一台超跑 那就是Lamborghini Aventador J 那這台超跑呢 我們一樣會讓他在冰箱區裡面 去嘗試一下 通過路障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我們會 在這個賽道上面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場地呢 我們會在這個賽道上面呢 設置一些 路障 然後讓Aventador去測試 同時我們也會去做一些參數上面的調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Aventador J 他的狀況會是如何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過去的某一集 就是在G Wagon裡面的 那個影片裡面呢 我特別的去設定 非常多隻的Speed Bounce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如果 是超跑的話 不知道他的效果會是如何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想說 就用一樣的一個設定 然後在這個場地上面 那最後搭配不同參數的Aventador J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會是如何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一樣開始來設定我們的Speed Bounce C over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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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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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稍微調整一下非常高的高度 然後到第五階段的部分呢 就是一支非常高的speed bounce 那根據超跑的一個車身的結構狀況 原則上 我個人認為他們應該可能是在第 第三 或第四的這個部分可能就會出局了 應該不太可能會到第五個 這個speed bounce這邊 那但是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是會去做 調整車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我們待會呢 就一樣我們會把 車子做一點調整 然後我們一樣會針對 車子的一個參數呢我們會做成四重 不同的設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台車在不同的參數下跑過去的狀況 會是如何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調整車子的狀態 那這四台車子我們都已經 都已經 深層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調整一下 它的參數 的一些設定 搭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调整的部分有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它的引擎的RPM 就是它的转速 我们有做一点调整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调低 然后一直调到最高 那中间这台车就是原厂的预设状态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调整它的避震的一个高度 我们基本上都有做一些避震上面的调整 那你看到这台就是最低的状态 然后再是稍微低一点 那这是第二台的话 它就是原厂的状态 那第四台车的话 黑色它就是调整到最高的状态 那我们待会呢 就看一下这四台车子 它在这个Speed Bounce的一个状态下 它的效果会是如何 OK 我们第一号选手预备出发 Go 跟我们的预期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 第三到第四那边的时候就可能不行了 目前这是没有办法通到第五个 那它前面的效果是还不错的 那现在我们第二台车 预备出发 Go 在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就不行了 那接下来这台是全原厂的状态 我们就来看它的效果吧 Go 还不错耶 屈然翻过去了 哇 好喔 那我们来看最后台车它的效果吧 好 那现在是我们最后一台车 那这台车基本上是一个暴改的状态 就是 首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避震呢 都有特别的调整到最高的状态 然后呢 它的 引擎的转速的RPM也是最高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这样子飞过去的效果会是如何 OK Go 屈然飞过去了耶 哇 果然就是不一样 我们把转速调高之后 而且又把它的避震 高度调整 它果然就有这个空间 跟速度可以去发挥 那 这一集的 Aventador 这一集的表现的测试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 测试就到这边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按赞 加分享 如果你也有想要看我们测试的一些影片 的类型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拜拜